大家好,我是老五,我们昨天的一期视频发出之后呢,老五很感动,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因为老五也有看,有一部分好戏人用这个超级感谢的方式来关心我们家的猫牌,来支持老五,老五表示感谢。当然了,那些看视频的看广告的好戏人呢,也是一样,老五也是要感谢,感谢你们支持老五。另外呢,老五还要感谢新加坡的两位阿姨,感谢阿姨对老五的支持。 那么下面老五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狗粮问题啊。在昨天下午呢,就是说老五差不多五点钟的时候,老五收到一位台湾的粉丝,给我们家猫孩子呢,买了240斤狗粮。今天老五在这里特别感谢这位好戏人。 另外还有一位好戏人,也是台湾的,也就是上一次给我们家猫孩子买了540斤的那位好戏人,也给我们家猫孩子呢,买了狗粮。老五大概知道啊,应该还是500多斤。 因为他跟老五讲啊,他说买了30箱,那个纸箱,因为上一次也是30箱,500多斤。 但是老五说的这样说,老五也不确定。等老五收到这个狗粮以后呢,老五也会在视频里面呢,就说,给这位好戏人,就说说一下,我们收到了。 另外还有这位好戏人呢,通过转账方式,给老五呢,就说转了1000块这个人民币。 今天老五啊,在这里特别感谢这位好戏人。 另外还有一位香港的粉丝,给我们家猫孩子呢,买了两包狗粮,也就是80斤狗粮。 今天老五在这里也特别感谢。 还有一位就是说香港的粉丝,给我们家猫孩子呢,买了240斤狗粮。 老五也特别感谢。 这些狗粮啊,老五算起来呢,总共加在一起啊,也就是1000斤狗粮左右吧。 所以说我们家这些猫孩子呢,老五昨天在视频里面讲了哈,我们家这些猫孩子一个月没有2000斤,根本就不行。 所以说剩下这1000斤呢,老五自己啊,想办法,把这些狗粮呢,要买回来,给我们家猫孩子吃。 那么今天老五给大家拍的是什么视频呢? 因为前几天呢,老五就那三只猜犬了。 昨天呢,老五没有给大家更新他的视频。 其实呢,我们家也没有几天,但是老五发现,这三只猫孩子啊,都在换毛,那个身上啊,乱七八糟的。 所以说老五看着也不舒服。 今天老五就给这三只猫孩子呢,来打理一下,把他身上换毛掉那个毛啊,来给他说一下。 大家不用担心啊,老五一定会小心的,老五不会把他咬到老五。 你看老五给大家看一下哈,这狗狗不打理根本就不行哦。 前两天呢,我们家的时候还没有。 你看,实际上这个毛啊,再换毛,这两只也有,有单子好一点哦,再喝水嘛,喝吧,喝完水给你打理,这一只啊,没有那么活泼。 打压后还没看够呢,那就喝水去了。 还玩不玩,要不玩的话,就开始给你打理。 这三只猫孩子呢,老五本来要给他们洗澡的,当然老五有点害怕,再养一段时间嘛,到时候看情况,如果他确定他被咬人很乖,老五就给他们洗澡。 咬不咬啊,但是目前没有咬,你会不会咬我啊? 哦,不会嘛,他站起来了,那慧玉给你打理吧,好不好,可不可以啊?看你剩下那个毛,乱七八糟,很难看的。 刚才慧玉说给他配一样感情。 不要咬我啊,那羊给你打理吧,不要咬啊。 你就说会咬,给我打理吧,你看这两个还没玩过哈,还在打这玩哈。 哈哈。 你打吧,打吧。 都过来了,找老五来了。 去找慧玉去,快点。 慢慢的摸啊,慧玉,不要突然间抓他啊,慢慢的摸。 摸一下头,摸一下头。 你看他一照摸哈。 清话,清话,清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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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清话,清话。 其实那些毛涵,老五个人认为也不一定, 也不像大家说的一样 他们咬人咬狗狗 每一个品种 我发现都会咬狗狗都会咬人的 我们不要把它 据说想得那么凶 是不是 年代一直给惠惠玩了 让惠惠摸了 给他打理吧 惠惠 把他伸的毛 全部给他缩下来 听话 一个一个来 来来来 年代我不愿意了 先给你打理了 你等一样 不动不动 你让开 让开 等一样 一个一个来 真虫呢 这小猫孩 中间这个小猫孩 也不愿意了 你看 但是老婆发现 他紧急机油特别高 他好像有一点欺人 但是又不想要摸 他应该不会咬吧 惠惠 不要害怕 应该不会咬 你看很多毛发的 哦 不要来真的 掉了很多毛 不过这个毛一换过 重新再长出来 这毛孩就更漂亮了 你看 这毛孩好像在笑一样 你看他嘴巴 这个好一点 好了都排队吧 排队等了吧 耐心等着 一个一个打理 好不好 小家伙 舒服了吧 凉快了吧 还有很多 你看他这个毛 我们把外面给他打理过 里面那个新毛 你看老婆看见了 你看这里面长出来新毛 所以说这一层毛呢 都是要掉的 这是新的 这小尾巴长得也特别可爱 你看他带个圈 又跑掉了 哎 你们也要打理吗 你们不打理哦 你们身上都干干净净的 整整齐齐的 小白睡觉了刚才 那我看见了 贝贝 好了 乖啊 快了 用了多久 你不乖就不行 不乖就很慢 好了 这只毛孩知道舒服了 你看也不动了 刚开始 惠惠给他说 毛孩不让说 你就说我的 这毛孩很聪明的 谁递得好的 知道 你看 好了 打理完了 三个毛孩都打理完了 但是打理完了 打理完了 用不了几天 我估计身上还是要有 好了 你们在这房间玩吧 我到外面去拍一下别的狗狗 你们也要打理 你们不打理 只有香香的毛有一点乱 给香香打理一下 你还说给香香打理一下 都不愿意了 你们的毛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就香香的有点乱 给香香打理一下 包围了 包围了 牛牛你干嘛 你身上不干净了 你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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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着 来 你打理一下 打理 好好好 你那牛牛也要打理一下 好了 好了 你那个毛打理什么 你那牛牛好不讲理哦 每次都这样 你干嘛 你打理过来了 还在打理一下 好了好了 走吧走吧 给香香打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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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好 好 呀 小猪一样 不抱不醒 开开 这不讲理 好了吗 这每次都这样 好了好了 下一个 开开让抱一下 你看牛牛 你还萌萌 好了不抱了牛牛 你还萌萌 她想办法 呀呀呀呀 你看她想办法 让慧慧抱 好了好了好了 我不要打劲 好了好了 毛毛也要打理了 不打理不行了 管家不能得罪 得罪就不干 就不愿意上班 把嘴巴下面给她打理一下 慧慧 毛毛也是 乖孩子 是不是毛毛 好了 漂亮了 看漂亮不漂亮了 漂亮漂亮漂亮 漂亮帮我握一下手 来来来 来来来 这个 这个 你看牛牛又开始了 你看牛牛 你看牛牛又开始了 好了 好了好了 你会玩玩 你会玩玩 吧 Однако 你看牛牛 你看牛牛 看牛牛 又懂 就越来玩玩 快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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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喝